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Belibara Talk 跟大家講講2022年第六個星期 美加的經濟數據 主要是美國一月的消費物價指數 即是通脹 也會重視我自己對於通脹的看法 按月來講升0.6% 很厲害 以前的疫情之前 每年平均升2% 現在一個月就已經升0.6% 再加上就是之前12月又是升0.6% 以至到按年升到7.5%的水位 雖然是這樣說 但其實都是跟預期差不多 在食物方面 按月升0.5% 以至按年升7% 能源價格當然是因為油價上升 按月爆升4.2% 按年也升27% 除了食物和能源核心消費物價指數 仍然升0.6%一個月 按年升6% 也是過去40年的高位 在貨物方面按月繼續上升1% 服務方面按月上升0.4% 當中最白上加根一個 portion 相對來說很大 就是住屋的成本 按月升0.3% 汽車交通方面 二手車仍然繼續上升1.5% 雖然新車沒有起跌 同一時間 這個藥物上升0.7% 按月上升0.7% 交通方面繼續上升1% 如果 估計上半年來講 二手車或者新車 不會像去年那樣升得那麼變態 不過 到了下半年的時候 會不會因為很多國家陸續續通關 而旅遊開始 而你看回 當有人拘捕了那麼久 什麼價都會有人選擇 衝出去旅行 在這種情況下 機票會不會大幅加價 令到Inflation進一步攀升 雖然暫時來說 機票佔整個通脹的比率 不是誇張的虧視 但怎麼算都好 整體來說 衣食住行 宏觀 所有各方面都好 通脹都是上升的 於是我們就要問 譬如股市都因為這個數據 雖然已經是預期之內 甚至乎 在這個疫情開初 2020年的時候 當各國的央行不斷印銀子的時候 當時包括我這個頻道 都已經預期了有通脹 是不是真的很嚴重 很驚訝 這個是不是的 除非你真是後之右角 或者純粹推波 將一個事實 或者是預期之內的東西 不斷地重複的時候 令到自己的驚嚇指數 就過分地大 但是 仍然都值得來思考 整個通脹的問題 或者是貨幣供應的問題 蕭先生 老蕭 前陣子錄了一段片 還是兩段片 就講到他自己關於通脹的看法 我也覺得值得思考和研究 尤其是他講到歷史 為什麼過去通脹升到 特別是這個70年代 石油危機 去到80年代 利息加到變態 例如我爸爸媽媽 那時候正在供樓 十萬元 那時候很便宜 借銀行十萬元 供了八年 居然還得幾千元 這個principal 來計 原因是因為 它有20%的利息 對比起現在 這幾息人都覺得 嘩很貴 交到兩厘三厘 怎麼辦 會有人供不起 你真是未見過大蛇 柯鳥 可能真的太年輕了 朋友仔 為什麼去到90年代初 尤其是92年開始 美國聯儲局 加拿大的央行 全部都是一個平穩的 那個Inflation的政策 這個Steady的貨幣供應 這樣就成功令到Inflation 平均在2%的水位 直到疫情發生之後 才會有那個改動 在當中 究竟為什麼這麼成功呢 按照蕭先生 有三個原因 第一就是貨幣供應論 原來央行是可以透過掌管 這個貨幣供應 就能夠控制到Inflation 以前那些人就不會這樣做的 第二就是科技的進步 你看回譬如 我經常都說 Amazon 可能Single Handedly 令到Inflation 在過去的10年都是維持一個低的水平 或者蕭先生說到以前搭飛機 很貴的 我自己都記得 我最初來加拿大的時候 認識到一個老華僑的 我爸爸的同學的叔叔 他來了七幾年就來的了 那時候他就賣了香港層樓 那時候五萬元那層樓 那之後呢 買一張機票 居然兩個人要兩匹幾 那之後呢 就過來 那當你花了這東西 七除八扣 剩下的錢 都所缺無幾 最後又找到工作 穩穩定的 來到這裏 現在又退休了 那個Uncle 那即是 你看回機票 那麽多年之後呢 好像呢 價錢都沒什麽變 甚至乎 如果你買到便宜機票 會更便宜過一萬元 那港幣講一下 那看到那個技術的進步 令到那個貨品的數字 不是一個divation 而是因為那個productivity上升 以至到呢 就令到那個物價 是沒有升到 甚至乎一些related to 高科技的一些東西 就薄利多銷 就更加便宜 但是呢 那些公司 仍然都可以賺大錢的 變成全民都能夠獲到利益 無論是這個consumer 又或者呢 是一些製造的服務的這個firm 那麽 那麽跟著 第三個原因 就是因為呢 這個平價的勞工 那麽 例如這個 自戰之後 那麽 第一個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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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值得特别的威威觉得自己是独树一格 而且是可以令到经济不来到去放缓 但anyway 除了这三样之外 我认为之前我分享过一本 international trade的一本书 都有讲到其中一样就是 除了交易成本之外 就是关税 当各国废除了他们之间的贸易迫离的时候 亦都令到交易成本进一步下跌 以至到inflation是再来到去下跌 其实某程度上 中国加入世贸之后 虽然他有很多承诺是理想不到 以至于外国很多货品 仍然都进不了中国 和他有一个相对地公平的竞争 不过他的货品出来的时候 成为了世界工厂 的确定某程度上仍然令到整个世界 普通大众消费者都是受惠的 哪怕正如当年的日本 也是 品质上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参差 都未顶 但是我们不可以 只是来批判中国的垃圾 Main in China就不好 但是同一时间 其实我们不要忘记 他的确定是令到全世界很多的货品 尤其是inflation有一个互利的情况 于是萧生就来证明未来 如果货币的管制在央行是不变的 同一时间科技有继续进步 同时 即使中国很多的产业链转移 或者人工开始贵 又或者是政治原因 令到成本上涨也好 东南亚很多的国家 比如越南 印度 印尼 这些会接力 甚至乎非洲 土耳其 中东这些地方 也会接力的时候 因为这三个原因是持续的时候 这个通胀只会短暂 最后仍然 都会维持一个很长很长时间的 低通胀的情况 这个说法 究竟说不说得通呢 我自己就要问一件事 我们不要看过去五十年六十年 甚至一百年的历史 我们看过去五百年的历史 你会看到 那个科技是不断进步的 同一时间廉价勞工是不断有的 如果你记得 当年很多印度的棉花 很多个体的家庭 以家庭为单位 来做一个手作仔 輕工业 这个中国也不例外 尤其是在江南的地方 很多这样的 不单止是皇家的一些 江陵职做 蘇州职做 不同的家 都是把生司来变化 成为衣服 在同时卖给本土 又卖出去给外国 但是呢 英国工业革命之后 就单手 打破了这个情况 再加上大轮船 可以用一个相对低的成本 在日本交易方面 你要运到英国再加工 然后转发去全球 还要打低回头 那些棉花 由印度运到去英国 再运到印度的时候 更便宜 他真的去家庭工厂製造 于是就单手 打死所有人 但是同一时间 亦都令到 印度上 是会降低的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在过去500年 应该不会有印度 或者永远就是 印度会坏低 但是我发觉 事实不是这样 于是你就要问 过去500年 和过去40年低通胀 有些什么不同的地方 除了技术 除了廉教老公之外 于是你就会发觉 其中一个非常之有的差别 就是以前 以前是战争不断的 不是说局部 乌克兰和苏联 究竟会不会打 不是苏联而是俄罗斯 而是整个大范围的 未至于是世界大战的 但是你看到欧洲 其实是不断地打仗 亚洲也是同一样 不断地打仗 当然清朝我们说 腐败和能 实际上 自从乾隆开始 十全老人 虽然他真是摧虚 之后一注一注 你可以说杜江 鸦片战争 来到去发展的时候 都是相对地四海升平 至少有上接近一百年的时间 再加上鸦片战争 其实都是一个边随的小战争 他都不足为度 在esy共产党 清朝不算差 再不算是日本 江户时代 雖然封关所角 但是同一时间 也有一定程度的和平 非常之中 其实整个世界 很多地方都是烂暖的 在打仗的时候 因为打仗需要有很多钱 消映金钱 输了就更加差 因为打仗了 再赔钱 中国曾经经历很多 不平等的条约 大家应该明白 即使打赢了 其实在过程中 无论借钱或者是 greatly 当你印银子的时候 就令到money surprise上升 money surprise上升的时候 很明显就会令到银子贬值 因为货品永远是一个数量 在一个短时间里面 但是同一时间 打仗也会令到人口流失 流失的量度大至少 人口未必会增长 于是当打仗完了之后 货品永远持续上升一段时间 而同一时间 因为人口流失的时候 令到工人的价值升高 于是wage上升 wage上升的时候 令到人消费多了 同一时间也令到人 有多了incentive 再做更多的东西 于是结果 似乎invation升的时候 就会令到output上升 这样呢 之前我录片的时候都说过 我读书 现在读一课 是说Banking 读到其中一课 就是说Philip Curve Philip Curve 1958年出 来讨计英国 在500年前的97年 他的经济成长 而且我发现 就是当invation升的时候 得出的结果 就是令到unemployment 是少了 又同一时间 就令到output是大了 于是 那些央行就有这样的相信 而不是因为那些人白痴 以前去到1970年代 之后才聪明了 而事实就是这样 于是他们就有一个混淆在当中 去到70年代的时候 咦 为什么我拼命谷的money supply 为什么output不升 于是他们就不知道做什么 去到80年代末 90年代初的时候 才开始所有的理论厘清 然后就和央行 你知政府好做事很慢 最后就ok 原来可以的 成功改变了事实 同一时间当然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因为之后的世界是和平了 当你没有打仗的时候 人口就能够很平稳地去上升 在这个情况之下 人工的变化 理论上就不会因为你 谷高印银纸 或者是来到去 真是 借钱借得多 于是你就会来到去上升的 反而反过来就是 因为银纸贬值的时候 就会令到 他做多些工的时候 就会洩却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工 于是变相来说 Inflation就是 discourage了 那些人来去做事 但是相反 当Inflation低的时候 反而可以鼓励到 那些人 不是努力阻做事 而是至少不会懒了做事 解释到这一件事的时候 同时央行 当他决定做政策的时候 也是容易了 原因是因为 当你制定一些政策的时候 人就会自然地 有一定程度的 expectation 于是来到 去 respond to 央行的政策 假如Inflation是稳定 同一时间稳定地低的时候 通常得出来的结果 就是Inflation的波动率 相对来说是低 以至央行如果制定的政策 是一个低Inflation的政策 而又能够清晰地 告诉全世界 我未来的Inflation就会低了 在这种情况 那些人就不会狂买东西 或者将来不再买东西 这样的情况 这样到一个这样的地步的时候 就能够达到 相对来说 Inflation的 noise 就会低 同一时间 那个经济虽然不会爆声 但是呢 就会达到一种稳定的目的 这个呢 就解释回 为什么在一个科技 是不断进步过去500年 同一时间 人工不是爆声 但是同一时间 就是呢 你永远找到 chip labor 去replace的情况之下 那500年 和40年 是没有变过的 那为什么 以前Inflation波动 现在Inflation 比较stable 那跟着之后 你再看回这个pandemic 就更加更加清晰了 在pandemic你发现什么呢 就是Inflation 爆声的情况之下 我们说创了40年的历史新高 同一时间 for example 美国的GDP 都创了40年的新高 升到6% 应该没有40年的 不过就是 近年 一个罕见的新高 为什么会 talk to each other 之前那40年 不是 在stable inflation当中 它有一定程度 相反的效应 又或者至少 不是 看不到一个很清晰的图画 究竟Inflation 不会刺激经济 还是令到经济萧条 这样 于是我们 就能够看出来 似乎 这个pandemic 就好像一个wall 只不过 我们不是人与人之间的wall 是人与病毒之间的wall 于是我们值得来思考 问几个问题 就是究竟央行 在这种这样的战争当中的情况下 是不是可以继续来到去 keep 一个steady的 Inflation的政策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在这种情况之下 会不会改变了人对于将来 Inflation的 expectation 以至到self-fulfilled prophecy 去到令Inflation继续推高 又或者 on the other hand 当些人觉得央行是成功 可以控制到Inflation 是降低的 去到2023年 或者2024年底的时候 于是Inflation 真的会来到去 拜那些人的response 反应 去到达到目标呢 接着第三个问题就是 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 Inflation 是不是真的这么坏的一件事呢 因为我们不可以和 过去40年和平的时代 来做一个比较 而应该和过去500年 Inflation似乎是好的一个事实 你看到wages真的上升 热冲工作 同一时间有很多工 尝试去找更多人做工 这种情况也同时发生 接着就值得问 究竟我们将来 会是一个比较似 过去40年的情况 还是过去500年的情况呢 关键在于wages 会延续到什么时候 如果我们相信 这个pandemic 差不多over 例如这个瑞士 都已经完全通关了 但我看到 有些伟大的国家 仍然都是採取一种 动态清零的政策 也就是说 未必会over 虽然在我的belief当中 我又不觉得 好像萧生那样说 香港是会去到 一万人一日确诊 同一时间 几百万人中招 要几万人死才行 暂时来说 似乎数据 就去不到 那个位置 但同时 究竟是否三月 就去到pick呢 如果你每次都要完全封关 除非是这样 一个人都不让 进入 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可能真的 可以达到清零 否则就会 折牙高息 你可能去到年底 因为Omicron的病毒 就比起Delta 是更加劲 几倍的传染力 而Delta病毒 又比Alpha病毒 又多一倍 而Alpha病毒 比普通雙风咳 又多很多 于是你多几十倍 简单来说 你既然保证不了 全香港市民 没有一个人 是会有雙风咳 你怎么能够保证 没有一个人 是会没有Omicron 其实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在这种情况之下 即使你控制得到 你每一天 都应该有几百 甚至千多个 确诊 一刻一刻一刻延续 尤其是全世界都不挟 你这样的情况之下 由一人进来的时候 你都已经伤害了 而一人进来的时候 你一开始的时候 你不知道 还有检测报告 很多时候都不准 我很多朋友 整个家人都中了 一半人 厌到有事 一半人厌到没有事 症状是一样的 所以 就是一个这样的问题 但是 长远来说 我们会不会很悲哀地 进入一种 比较大的 规模战争的状态呢 这是另一件事 以及 标基最新出的一本书 我们怎样 描述 the next pandemic 有什么智慧 学到 如果每十年 都会有一次 沙士重臨的时候 可能 我们真的要迎接 一个高通胀的年代 如果不是的话 更加可能 萧生所说的 就会成真 我们继续可以享受 一个相对低通胀 相对容易 估计 未来 或者至少少 一些 noise 的一个时代 究竟哪一样 才会是更多的事实呢 纯粹今天就分享一些 我自己对过去五百年 通胀的看法 以及一些萧生 说过的 一些 at on at the same time 就不是一个conclusion hopefully 给大家一个 劳动大开的机会 说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 可以帮到你 欢迎你like subscribe share Billy巴拉托